Hello大家好,如标题所见 这期视频我居然买了一块表 而且是劳力士 但是别着急,这期视频绝对不是一个安利视频 相反它是一个劝退视频 呼吁大家理性消费 那具体怎么回事听我慢慢道来 应该是两年多以前我做了一期关于手表的视频 当时就说我突然看了各种表 然后对这个领域有了点兴趣 但是到店里却什么都没有 那两年多过去了 手表市场也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 当年我做那个视频的时候 正好踩在了表圈一飞冲天的那个时代 表都在疯涨 直到去年再到现在 那像是这些表款都出现了各种大跳水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领域它稍微有点退烧了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当年我去表店里的那个遭遇 到现在就不复存在了呢 并不是 不仅如此 而且现在你想买表越来越难 这两年多可能去了得有不下十几家劳力士爱笔店 至今我还没有在这些店里看到过一块我能带的 也就是正经的难表 而且我能当场买走的 一次也没有遇到过 那不仅如此 当年我好歹还能进店里看看 但最近我发现很多爱笔的店 它已经直接不接待了 就是你必须在网上预约才能进店 它营业时间也短的离谱 我去了香港最大的商场之一海港城 这个商场应该是十点关门 但他们七点关门 就我感觉这个工作也太轻松了 你当一个店员七点就可以下班了 很多上班族这时候还在加班呢 所以我只能说看不懂 感觉爱笔的店员真的挺养老的 但是这些只是前行提要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这块表吧 它长 这样啊 对 如各位所见是一个非常浮夸的全金的劳力士D-Date 甚至它上面的刻度还是钻石的 整体就非常符合人们对于所谓大金牢的认知 但是这并不是我在店里买到的 事实上它是一块来自30多年前的中古劳力士 它的型号是18238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根据它上面的编号应该是1990或1991年的 也就是说这块表的年龄比我还大几岁 戴上之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它用的机芯是3135 是一个自动上链的很经典的机芯 然后它的表盘上其实很简单 除了三帧以外的功能 一个是显示日期 一个是显示星期 那像类似的款式 如果你现在要在店里全新的买到 价格应该得30多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有30多年历史的中古 所以我的买入价非常非常便宜 但具体多少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非常便宜 那说一下我为什么要买它 其实像这种正装 包括金色的小表盘的表 我在直到半年前都是丝毫不感任何兴趣 就觉得这玩意跟我这辈子都没有关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越看 我就越觉得这个正装款的设计就越好看 就越能接受了 不知道是自己被洗脑了 还是审美变了 可能还有点原因是 最近金价涨得非常狠 就可能多种原因叠加之下 我就对于这个全金质感的东西越来越喜欢 但是当然了你关注也没有用 因为你去任何店里 包括我去了香港澳门的店 我甚至去了赌场里的劳力士 我去了英国的劳力士 就是啥也没有 那这块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我大概两年多以前就关注了一个 在北京专门做中古表的一个店主 为了避免广告嫌疑就不说他名字了 他在三里厨开了一个特别小的店面 专门就做各种中古表 包括那种一百多年的老表 这个人也很有意思 他每周只上四天班 周三周四和周日都不上班 而且他上班的时候只在下午三点到七点 就感觉是一个非常惬意的状态 我那天正好过去 一进门就看到这个东西躺在店里 然后他跟我想要的全新的day data 就基本一样 除了我想要的是40毫米 它是36 我看它的保存状态很新 然后他跟我说这个表演没有经过后期的打磨 这就是他初始的状态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 可能有阴就有果吧 两年多以前的这个阴果 有必要给它了结掉 不然我一直想着 而且与其你去店里等一个新的 可能还要配货特别多的钱 不如就是在一个简单的方式下 找一个折中的方式把它来解决掉 所以我就冲了 那说到这里 我觉得各位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参照物 那恰巧呢我现在正好有一个参照物 那这个不是我的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呢是一块 2023年非常全新的一块 劳力士的女表 它也是一个全金的日志型 然后据说这个还是LISA曾经带过的一款 那这两者的生产日期差了30多年 就可以看到隔了这么久 这两块表的设计居然出奇的一致 就你无论看它的表盘 外圈上面的这个装饰圈 还是它的表冠还是它的布局 甚至它黄金表盘的这种拉丝的工艺 就几乎都如出一辙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你像任何一个可能数码产品也好 服装设计也好 甚至于像是汽车 它经过30多年 它的设计其实都发生巨大变化 但是像劳力士这个表款 如果把这两块表放一起 可能不懂的人第一反应会觉得 他俩是不是一对出手的 所以看着这种对比的时候 就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我不知道像这个款式它还会再卖多少年 可能它里面的机芯变了 它一些细微的打磨工艺变了 但是这种经典的设计会一直保留 所以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退烧款吧 希望我以后就在表这块退烧了 OK那这就是我这几年来 从对表什么都不懂 到实际买表的这么一个经历 我觉得没什么参考价值 也不值得学习 因为表这个东西中规结底 它是一个非实用品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会用它去看时间了 所以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这段故事 事实上像这个表我平时也戴不了 我平时这种穿搭风格戴它就显得很怪 但我希望再过30年 可能我还放着它 我会感觉这是一个跨越时间 见证了我一段人生历程的东西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 没有劝各位去买任何表的意思 所以我们拜拜